嗨大家好 今天的那个video基本上是讲解那个简化功课 之前突然间有电话进来 所以就没有办法要提早结束了 所以简化功课方面等下我们会讨论是怎样简化的 所以好像刚才那是 这个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我上一个video的话 这个就是他连接 所以这个是他的简称呢 youtube. 你看youtube啊中间那个dupe 不是有分开的然后 a o l u 这个是大写的 5然后v小写 b e v 小写n 这是零啊零是这样的 o是这样的 所以要分清楚这里就是好处了 ok 在这边我还没进入路之前 会跟你讲一些免费的工具 ok 免费的工具哦对我是叫 ok so然后免费的工具换位咯 这里就大概是有 讲的就是这5个 ok so google看那边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他是蛮多用处的 然后google chrome你是需要用的 在这边是蛮方便的 因为你没有google chrome的话 这个data miner你就有一点啊 不大好用了因为 他是他的一个extension来的 加进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拿那些数据 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得到这个简化功课的其中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两个你是必须要的 然后stepping tool是免费的 这个appblock方面我会跟你讲解是什么 appblock方面就是block掉那些app 那些广告的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是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是add in的 ok so当你看我的那个youtube的时候是 我这个是开着chrome哦 ok 当你看着我youtube的时候是哦 你看到这里吗 这里是 你要按掉这个哈 就按掉哈 我就有那个广告收入就是这么简单哦 ok so这个就是appblock 你可以去search那边啊那边appblock 就是他就会帮你啊 你看到吗 appblock chrome web storage 这个按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了 ok so他就没有那些 啊那些广告 不过这些有一些地方就不到他 他不大知道他整理会用这些的 比如说investing.com 他们的那些收入 他也是免费 所以那边我就disable 不用写那些广告那些 ok啊 至少要用他那些那些工具嘛 ok 同样的我也是希望你们啊 为了尊敬就是 至少让我可以做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 你就 暂时disable 那个appblock 在chrome那边比较方便 你只是按这个 看到吗 那边 anable block 什么啊这个啊 说他 disable了 这个就是disable了 按下去 enable了哦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他的好处 ok 那么 接下来的那个snipping tool snipping tool方面哦 他是 这样的 你可以去这个啊 在这边呢按search snipping 他是这样的一个剪刀的 ok你按进去哦 很好一下啊 还是出了这样的 ok看到吗 这个 ok 所以你按逆的时候哦 所以我们不需要啊 做那些白痴的那些 那些是蛮白痴的 就是用电话来排下来 然后再post过去 我们只是选 啊 选我们要的东西 当然 这个他选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直接paste哦 这个就是你个 我们可以control v 就直接paste过去 当然在这边哦 你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箭头啊 这select箭头 你要放上面那边 那么你选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有short cut了是 然后莫拉就没有出来了 so这边就看得比较美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我就可以可以 sack 然后改图啊什么之类的 也是可以 如果要换新的话 你看这是new哦 ok 我不要的话就这边 那我下载那些图的时候 是我可以这样做 就好像那些有什么动静的时候啊 这个是蛮不错的那个啊 copy paste那个图 我只是这样哦 按选择我要的地方 然后我要paste的时候是control v 就可以了 ok 是蛮不错的一个tools啊 他叫snipping tools啊 ok so这个没有save下来 还是没有东西 看到这save哦 save的时候他就会引导你去 这些website这些啊 ok 所以我就蛮常用这个啊 除了用那个那个pen之外 这个也是有用了pen来改 因为他是jpeg format 他save的是jpeg format save写jpeg format的时候 我们啊就可以edit 就是用那个pen来更改了 pen就是这个啦 ok 这些都是免费工具 这个是在啊 microsoft 只要你是用着microsoft的就有了 不然的话你就可能需要去看一下 应该是有install的 savebing tool for mac mac有呢 ok so蛮不错啦 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那个就是那个data miner那边之前已经有讲了的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免费工具是需要的 不然的话哦 那我们就进不到这里 这里是之前我所做的东西 然后我没有填现在是填完了 ok so在这边呢我会加了一个空格 你看在这边三个嘛 然后我这里是没有数据的 还没放数据的 认真每个这样放上去 真的是蛮累的 吃了这边这边的特别一点 这边哦 ok 因为这边我已经是放了一个e了 所以在这边呢我会这样做 ok so这边我的data那边哦 啊 你看下这边data validation data validation 在bany value 放this 这边我会再放三样东西 up down new up down new up down new 这个是上升 这是下跌这个是没有变换的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会copy这个 翻过来 再翻过来 ok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也只是到啊我们只是到15号而已 今天是16号 ok今天是大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路 so这些我们就可以放下去 ok 那么整体哦 这个我们要怎样放呢 接下来就啊 蛮考验一下 当我们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是 我才会用那个加一个叫做filter 真的excel也是免费的 放下去的时候是 基本上是蛮多东西的 你看这些全部他都会出这个东西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那边我们就可以塞那些文要看的 比如说 我不要看全部的话 我只看要看的是watches 就是我要看的 所以这边还会放我们filter 然后变成蛮少一个扫鼓了 你看在这边啊 从大概有57个变成啊 蛮少就是很少一些 就这边因为我是填了 然后我按针的塞 哦他就他就完全摸 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就是啊 挑选那个就是把它 不要看的东西全部丢到完了 这些就是我们啊 用那个技术们自己的前提啊 看他走势好不好的话 就连续那天哦 看他ok 看他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那个啊 哪一支是值得卖进的股啊 ok 因为根据这三天那边都是大跌的 ok 所以这三天那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大跌的是怎样 然后我们有一些挑选的条件 当然是希望这三天里面都是生的 那么这三天都是生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留意 或者是三天都是跌 是可以留意 上天不上不跌的话 那么也是关注一下了 ok 所以这边都是越来越严苛 就是越来越严厉 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做很多东西了 这边我们发UP的时候 发UP之后啊 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 所以在用filter的时候就更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在功课方面哦 我们会做到一个东西 这个在shake4那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datasheet 所以datasheet这边呢 这些东西哦 这是13号的data 就是在啊 当天就是5点15分之后 因为还是延迟15分钟啊 5点之后哦 我就大概是5点15分 就是大概是6点6点左右 所以我就才去下载他的数据 ok so下载数据单 我们要去到的就是 同样的 还是去到 Busang Malaysia 不好意思 来等一下 so如果你不忘记了这个东西不用剪 因为啊 这里已经放了一个链接给你看了 so这边我还跟你讲那些简化功课 这个那边会如果每个这样好像 每个这样哦 一个一个这样打进去啊 真的是蛮累一些啊 通常我是直接用方程式来做就可以了 不用这样辛苦了 所以copy paste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东西 ok so怎样拿些数据呢 就是很简单哦 首先去到这里 price 那security price上面按下去 顺便看一下这个 ok 外资还是大卖哦 ok 本地资金还有一点长 这蛮够力 所以在这边呢 你看到这边就是equities 的那个 CI值那边 你看到这里42 耶 所以我不要让他42 就是mint market的时候 按search now 所以在search now 的时候是 他就会跟你展示完全部 展示完全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了 ok 所以看到这样的时候哦 之前数据出完了就是 当初我的那个啊 讲的那个dataminer 那边是他少了一个 叫change 因为这个是我们 需要的东西来的 他percentage 不知道啊 ok 所以这边的时候是很简单的 我按这个的设置 按这里的时候哦 你看到一个叫做 x part for column 你按这个箭头 所以还出来的 我现在讲了那个change 所以我按这个这个夹下去哦 他就多这个 所以这个夹器哦 基本上是这样算的 这里是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第五 第六第七 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里哦 这里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看到再多了一个change 这边 叫column ok 所以如果我要在这里 再加一个东西哦 比如说很简单 我要加这个哦 所以我这里一定要放一个 然后我要确定哦 这里我要没有他空格 然后我开关 开关银号 然后 然后 这里哦 我可以放的是change percentage 我喜欢的 ok 然后哦 你就可以按save recipe 这里你可以改掉它 就是放的 就是 啊 有 end of dead boost 啊 special 啦 so special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要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 说他这里看到这里是之前的 那么这里我就可以save 在下一次的时候哦 ok 这里还没有有的吗 那么在下一次时候 要关掉哈 那我再来按这里 还出来一个新的 看到吗 special 按的时候哦 再等一下 你看到这个change啊 这个就是percentage哦 这里就出来了哦 所以如果我们还要加的时候哦 就是这个column row的方面 就不用管哈 如果那边还是他已经有做东西了 看到吗 所以还有做好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管哈 我们要做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不要 我还要比如说我加了 加到另外一个 你要确定这个空格一定要拿掉哈 你要放在一个 一个star那边 然后放9 关掉哈 这里nothing ok so我save recipe 如果要拿掉哈哦 很简单的 我直接delete了他就可以了 当我拿掉这个之后哦 我就关掉了 因为这个我不需要了嘛 那么关掉哈就可以了 下次我要的时候是 就变少很多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 哎不见掉了 既然吧 ok 所以这边哦 呃 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哦 没有办法要再从头做过 ok 所以这个column 上方便 三四 ok name 我释放name之后的 就是在这边 7 change so save recipe 这边我会放 放点A啦 那这边出来出来了 那这边出来出来了看到吗 这边当场出来了 说哈save 起来的时候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save起来的时候哦 他是那个csv format so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哦 这边全部都是了的 那么之前我有留下的那个东西 方程式就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接下来就用到这个东西 这两个方程式 还有那么我们还有需要的东西就是哦 还有跟你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之前这个东西吗 现在我会多了这个 检查了就是剩下多少钱 会多了这个 之前是看有可以买多少股吗 现在这个是新的我先说有那个啊 之前啊我先免费给你们 只是看到这边可以看多少股 下面这里是少了这个二四六七七个东西一样 不要怕 因为我们到后来是看的 他是大致上是一样的 相差不多了 ok so在这边我们可以看的到 嗯大概就是啊可以了 然后啊要拿了 现在可以开始我们会简单化 我们没有这样每天这样看啊 这样每天看就就真的是蛮累一下了 ok 所以我们通常只是按这样按完全目 按enter 所以还开完全目东西 开完全目东西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只是加两个东西 就是加一个一个空行空格给海语啦 ok so一边方面也是一样啊 面这边我需要改一样东西的就是要找一个 到 knc 那边因为kllcc方面呢 它有一个很好笑东西就是我 拿下来拿下去哦 看到这个哦 so 这个东西我要拿掉它 那么我就可以了 ok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边我就 call warren etf pond 就是5个以来 ace market so 现在我只需要做一个东西 就是ctrl c 然后这里是ctrl v 再ctrl v 就只是paste而已啊 这么简单而已啊 再ctrl v 再ctrl v ok 接下来就是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里需要更改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哦 我有做了一个change 所以那个colon方面会有一点不同样啦 所以要加多一格 不是不再是f跟h 你看f跟h 它会移动多一格的 因为那边加多一格的 它那个现在那个f哦 变成g h变成i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这边的时候是 我需要更改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在这边哦 我paste哦 是不能的 哦 还好 它是直接帮我拿最后两个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还可以维持 所以不用怕 so 它有很不错 它会帮我改掉 看到这里是f h 这里是g跟i的哦 这里是g跟i的哦 所以它会帮我改掉很好 所以这里就需要改任何东西 同样的我只是paste而已 就是很简单的copy paste而已啦 ok 所以copy paste 是接下来的就是要做的东西哦 就是 按下来把按下去 这里也按下去 然后 就是一直按下去 这里再按下去 同样的也是按下去 就double click而已 就一直这样double click而已 有一些杂音 所以我要去先关下一些门 然后才可以维持下来 再这样按着再再这样做 ok 那么接下来这五个已经是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后我们要做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哦 先把这些东西 Ctrl C 然后回到这边 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paste special 只是要拿了value而已 什么东西都不要拿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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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长啦 同样的这边也是 按shift n 倒 然后 在这边的时候 有也是 paste special 只是要它的value而已 ok so这样的情况 这边我要更改一下那个format 小那边就是这边要变成啊 number 改变一下 最小是三个位数哦 所以没办法 ok so这边我是 啊 ace market先 然后踩到bond bond方面也是同样的 就是重复的这样paste过去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再ctrl c 就是 做一些蛮简单的东西啊 就是copy paste啊 所以这些我都不需要花眼力去看 ok 所以那我是拿完全部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到etf etf方面就比较快一点 so etf是 蛮简单的东西 就只是你可以看到 我只是copy paste这么简单而已 现在是bond了 bond了就是me market me market方面 在看哪有没有ok so 3a 6是同样的 去看一下 ok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蛮重要的 看起来是蛮重要的 事实上 可有的可无的不用紧的 嗯 嗯 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基本上是做好了 ok so这下要做的就是用excel来帮我做东西就是用这个sorting so它sort了帮我sort好了 那么这下呢我还需要做一样东西就是我 然后从头再来做 oops 半个将快sort 我copy少一样东西了 然后从头再再来个 所以所以that's why 啊就是这个原因哦 我就啊把它 给换回去了 ok so这些事换回去了 所以不用紧 因为我们还少一样东西最重要的哦 那我们这边是有哪两个数据 还有一个叫change 这change方面哦 就是 嗯 基本上是直接可以paste过去 啦 这里哦 select完整个 format cell number 三个link use operator ok so这边 asb就是born那边 born那边change 就是配special value 因为我的format已经是办法做好了 所以就没什么特别 然后在这边就是change方面 ctrl-c paste special 就是要只是要value e sun change 最后就是差一点忘记了这个 完就全部乱到完了啦 ok ok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基本上是全部做好了 ok 然后我接下来做的就是把再重复排过 这些就是已经是把拍好了的 太好了情况哦 看下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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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在上面的 这么好这里下面 看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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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够在这边 看下方便 很简单的 这边是change 这边我们只是有两个格子 然后这边我们会改一个名字 叫做2160913 ok 这边放前面那边 so在这边 gain loss gain loss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是用 这个方式方程式 vlookup lookup什么 找这个 然后在哪里找 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是一山 所以我会放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简单 哪里找呢就这边 到这边 ok 所以这里就是他的那个 数据那边 那么接下来我要拿的是什么 因为刚才的那个是他的 change 就是123 3 然后我要accept mesh的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边他就放0.05给我看 就这么简单 ok 在这边我就最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 我要做的东西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是 把它变成static 就是把它定进进进子 就是放一个money size在前面而已 ok so 接下来的 东西就是蛮简单的 在这里我只需要再 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边呢 我也可以做一个方程式的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用这样的东西 也是可以的 我直接用方程式来写哦 formule or data variations any value so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一个就是if的if 这个value 少过0的话 我就给他放叫做 down 反之我还要看一下 里面又要做多一个 if 这个value 大过0的话 ok 那么接下来我就是要放的就是up 哎呀 他的这个东西就是 up 然后 然后 再不然就是 mule 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来做的就是按下去哦 这里不能按下去 因为这里还没有value so这边呢 我只要改样value 我同样的在这里也是paste过去 这里不是c3啊 这里还变得去b啊 然后这个value哦 然后这个value哦 我要改去变成2 也就是说哦你看这个这个哦 它只是2跟3分分别而已 然后这个接下来我就直接按下去 我就可以做完我的东西了 那么我接下来这里我要做的就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ok so在这边这两个哦 这两个格哦 我要做一些东西 调整的就是 放number 3个decimal place ok 那这样的情况就看到比较鲜艳一点 ok 所以在这边呢我不需要做 啊 任何东西之下 我就可以做这些东西了 看来有一些 啊 不大好的东西 因为这里 这里哦 ok 因为这个你看他formula一点啊 不对 因为你看下啊 还有支 这里应该要去 new才对吗 我应该要放这个 如果是这个 就放new 如果不是 我应该要调转一下哦 这里哦 就是这个value 如果是的话 我就应该放这个 那么接下来就是 大个零 或者不是 如果不是啊 如果是大个零 我就放这个 如果不是我就放这个 这样的情况还会表对这个是放错的 那么这里我会出多一个叫做new 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简单的做那些挑选 所以在这边哦 就是重复的做 接下来 所以这里 你看下我 我基本上是 是很简单的 我只是做一些东西 ok 所以我 我这样做整个构成呢 好过我一个一个这样去做 ok 这些就是用excel的那个方便的程度 所以在这边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挑选 虎来的时候是会比一般人更加快 有效 ok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这边 因为我要讲解 还有试下一些东西 所以看到是蛮多东西一下的 然后再做一样东西就是filter filter了之后 这边看到了哦 ok 如果要看只是上升的 上升的少到可怜哦 这个我要放he 啦 所以上升的话你看下哦 只有这五个鬼 再挑选哦 我只是要 默契的 会更少你看下 就只是这这这这这几个也哦 哈哈 所以你看得到他的挑选的 那个条件是几啊 几够力的哦 然后如果哪个有课文呢 我就可以注意去留意一下 你看下这些就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要选完全部的话 那么好就出完来 在这边我就如果 如果我要看的是 跌下来的 跌下来是蛮多一下的哦 ok 如果不要看跌下来的 那么我就看的是没有上跌了 没有上没有跌了 就是可以看到啊 从星期二的时候还是下跌到蛮够力一下的 所以没变化的就是这么少 上升的更加少 就这么简单了 ok 这边的东西同样的我就会重复做这个啊 这里就是2014啊2015 就这么简单了 然后这里同样同样的这里哦 这两个哦 这两个隔的地方是 我先要改一样东西就是这里 你 在这边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不是方程式的话是你可以啊 把这里这样copy哦 ctrl c哦 ok 然后 paste special哦 就是value哦 所以他的那个那个方程式就不见掉了哦 也有这个方法可以改拿掉啊 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更加sumway哦 就在一边啊 不需要再浪费时间那边找啊 不过这些东西这数据留下来也是没有啊 没有害处了 所以在这边这样一直这样夹下去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这边需要改一下的就是哦 any value了哈 所以这里我只需要setany value就可以了 so get loss那边哦 这里哦 这三个哦 就需要改一些东西了哈 因为formatting这些都蛮重要的 ok so这些只是做一次 下来我们就比较轻松了 你一看到我做东西会这么快 是因为我有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方法 帮我们减轻 然后选择的时候就比较简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前期间看看看看 但是是就可以知道哦 这样子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当然 这样看了之后 我们就变得更加少股看咯 如果要懒惰的话 如果不要懒惰的话 就是每天留意着五十 哎五十六只也啊 ok这五十六只股 就这么简单啊 就重复了 就把这些东西做一直这样重复了 这样做下去大概就可以了解到更多 然后我们调选的 就是从技术方面那边 然后会更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时间 用在基本分析卖 就会更少 说这个就是啊 我一路来用的那个方法 很多人就是会不知道怎样做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还有很多种的 ok so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方法 因为我在exam那边 你看到我是蛮多的这些 我蛮会写这些东西的 ok 这个东西 如果还是空白的话 你会出到问题 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因为还不是空白嘛 所以啊 到目前为止是没问题了 ok so 像这样的东西哦 也是可以配在这边 配在这边 配在这边 就是这些方式是 基本上是可以一直运用 一直用一直用 一直用一直用 就这么简单了 ok 被懒到哪里去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啊 看来我今天讲也是 讲到差不多了 然后 我倒是希望你们可以把我 推荐给你们的朋友 大概可以subscribe我的video 然后注意看一下 因为这目前为止 你看到我大概183个 video 往后的话可能会更加多 然后我们啊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回来这边一直这样重复看 也是蛮欢迎的 至少你这样看的话 我大概都有收入的 不是没有收入 所以我自制制作了一次之后 就会重复了 像这个怎样以技术分析为主 来寻找爆发股 就是上次我所说的 那个啊 video来的 那么这个video 接下来就是跟你讲这个的 ok 那下一次的时候呢 就跟你讲啊 那断了时间做了之后 我们会要需要怎样做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怎样挑选 自己大大致上是跟你讲 好了的ok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从这边 下一次要做的就是 ok 这里做好了 这里全部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挑选另外一个 再把它比较起来 看里面哪一只 是有重合性 哪一只没有重合性的 so那边啊 有重合性的是 我们会再留下来 没有重合性的那些 可能会淘汰 或者是什么 就在这边 我们就会来 就是来比较一下 看一下我们每 每次看的时候那些股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变化 还不能 能不能留意啊 在这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在那些市场 不上不下的时候 或者是熊市的时候到零啊 这个方法是蛮不错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哪一只股 会立刻爆发 那这样的股 他们一次哦 跟你讲啊 爆发的时候好像 啊之前我跟 跟人讲过的 很多人不认同我 比如这好像钢铁股 刚讲 这是第一波吗 第一波看到吗 那是第二波 第二波够力吗 很够力 你看真的好像是下跌哦 这个是上升的太够力了 然后套利 然后你看 到后还是超越了 那这边 他还需要发放那些 复杂股啊 那些之类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钢铁股 他们都需要钱 现在他们开始跟人家拿钱 来 矿打他们生意 是 那些不好的公司 他会走掉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跟人家讲过 不错了之后 这边可以再进 或者上回去的时候 可以导入进去 第二波 第二波 现在你已经是错失了 所以要讲 看到第一波上升的时候 我们看 要去了解背景是 还没有第二波 有第二波 永远就是要去整 第二波到来的时候 就一定要整 就是目前 第二波最 最佳的进场时机哦 来看啊 应该是在这边 因为这个羊主 跌下来 然后去回调 回调这边 你看下这边都是有量的 OK 所以这边你看到这边 然后在上升的时候 通常是突破了这阻力的时候 才去上很多人 就是这样了 这样可以比较安全一点 这样上的时候 怕的是那些反弹 反弹之后一路插水 真是很常发生的 所以这些东西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我才知道我第一波第二波 之类的东西 很多东西啊 OK 如果我们把这个是 只是一个测试的方面 然后这是第一波来看待的话 这才是第一波的话 那么DRP Highcom的第二波 会很厉害 至少两块多 只是这样 这样来预测的 因为第二波永远是强过第一波 你看到这边哦 这边第一波 第一波上升了这么多 第二波开始的时候 如果是以低点来上的话 是 你看下第二波还没有走完啊 这个还没有走完的 这个第二波 不过漏也不多 你看 是第二波永远是高过第一波 第一波是一百八十 第二波也是一百八十以上了 所以我们即将来推累的话是 呃 我们就要找着第二波 第二波方式哦 就是用我这个方式来做 OK 所以这个就是啊 需要做蛮多功课的关系啊 所以尤其这些东西是没有用了 因为我是用一次 所以可以不用啊 下来 然后我就一直只是delete它而已 不是delete啦 就是关掉而已 OK 所以希望我做的这个video 可以帮你啊 了解到什么东西 因为这里也是公布给你看下用什么 然后我会跟你讲解是怎样做的 所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在这里直接跟你讲解 怎样去啊 改善那个方式式 然后上次你看到我 看到好像不大对境哦 所以这里第一个考虑的是 有没有这个dash 有的话我们就放new哦 OK 再不然的话还可以放 改善一样东西的就是哦 我们用一个叫做all all的话咯就是啊 如果我们G3看到是这个情商的话 是再不然的话就看到这个哦 G3是等于空白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new ok so 这里就直接再按下去 一样的同样的在这边咯 我们就可以放哦 这边咯 你看到new 这个nl就是没有改善了 没有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样的方程式是不错的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同样的也是 可以在这边这样改哦 所以还是很好了 他会跟着前面那边 所以他这个方程式 我直接是copy paste而已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拿下来 同样的这边也是 然后这边我也是 你只是拿下来 只要你知道哦 接下来这些东西一改 一放东西放放那个 这些数据进去的时候 至少是有东西的 所以我是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哦 有用那些vlog到那边 帮他放那些东西 排好 中时最重要是 把那些数据全部排 排煤煤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 很简单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只要从 呃 签多个股哦 如果那边看的话 这边看啊 大概是1714个 ok 为什么以前 因为这里是减掉1嘛 因为上面那边是目录嘛 ok 这个第一行是 目录嘛 这也是1715 1715的话 就减掉1 1714哦 所以1714 股里面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 不需要每个眼睛这样对啊 对啊 对对对对 每次开图来看啊 哇 加减啊 这也是蛮白痴的东西啊 ok 所以那些笨人就是 但是笨人至少还是有进展哦 ok 你还没到我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就可能需要这样做 到我这个境界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些方程式 当然 因为Excel都有这些东西嘛 Excel就是给你整理数据 最好用的东西嘛 为什么 会计师会用这些Excel这些原因 就是这样 ok 所以Excel你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一个工具 还有很多东西的 你看一下那边 ok 这些sample formula 我就留在留着 ok 然后方便我的后做东西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自己已经是 已经到下载了这些东西 我只是需要每次把它放进去 套来这里 放一些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大概知道多少了 ok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做了 然后丢做了又丢掉了 就丢很很正常 很很多 有一些是 然后再比较一下 那 丢一下 给你重新认识过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 我们给你看 因为 会搞到你困扰 所以这样一步一步来会比较好 很多不知道什么叫一步一步来啊 这里是蛮可别的 ok 同样的东西都是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我目前为止哦 总共有205个subscriber 所以这边就蛮期待你们会更多 然后目前的收入你可以看到这里 是蛮不错一下的 ok 所以这个我是做一次 因为我这200多个 不是整几百万个 几百万个 这里应该是有成 成1000 ok 成1000的话就是蛮好的收入了 ok 所以这边我是做一次性 然后也是多多的你们 啊介绍给其他人 至少知道我是真的是蛮用性去做这些东西 给你们啊分享一下 我也是不是啊很 随便跟你分享 你看这些东西 这东西蛮简单的 很多人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然后跟你说蛮贵一下 所以这些东西是 啊 如果是我随身的话 就免费给你了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自己去做 哈哈 就这么简单了 ok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